近年来桃园人口不断的大量迁入 位于桃园区的金国特区更是快速发展 桃园市长郑文灿26号宣布 将桃园区金国国中改制金国高中 预定112学年度开始招生 第一年将开设6个班级 共210个名额 包括高中部2班 刀直部4班 目前桃园有中立高商在南区 那北区的商业科是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因为各大学都有商学院 所以商业科系的需求也相当大 我相信金国高中会是一个很棒的高中 那目前预定是在明年先招生 那技职教育又是现在从中央到桃园市政府 都非常重视的一环 所以金国高中设置高中部跟高职部 我认为这个是兼具了合理跟成长性 那郑文灿市长刚才也跟校方 然后家长会跟教师会也做了一些沟通 希望未来的校舍要一步到位 民众党的市长候选人立法委员赖湘林 下午跟立法院教文会到金国国中考察时 在校门口也遇到前来关心的家长跟居民 他们认为金国高中应该设置在金国路 庄金路口原来保留的文高预定地 我认为郑市长的决策是仓促的 真正在这个基础教育就是国中 这个空间我觉得要保留给校长跟教师会 老师家长会们的一个参与决策的过程 上午该校教师会与家长会也一同出席 向市长郑文灿表达 应该等新校舍完工后再招生的意见 新唐人亚瑟电视 吴书强张连杰同源采访报导